桃园市春日路在今天下午惊传一起火警 有一对妇女受困火场 景潇赶到的时候 爸爸是抱着三岁的女儿在三楼屋子里被浓烟呛婚 而且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连线记者曾馨沛 是的 主播 桃园市春日路一个专卖汽车电机用品的店面 下午突然是传出了火警 景潇货报赶到现场 整栋建筑物是陷入火海 而且浓烟密布 三十岁的屋主曾先生以及他的三岁女儿 没有在第一时间逃出火场 景潇贯旧搜索之后 发现妇女两个人受困在三楼的屋内 爸爸仅仅抱着女儿已经呛婚 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急救仍然是回天乏术 屋主的母亲也就是小女孩的阿嬷 听到女儿还有孙女命丧火哭 伤心的昏了过去送一急救 我儿子很算他三点 今天凌晨三点多才会来 可能在睡觉 不知道是不是起来在泡面 因为隔壁有闻到说泡面的味道 你确认他本来在里面是不是 对对跟那个小女孩 本身这个楼梯间非常狭窄 那我们在清零现场时 在三楼后座那个地方 发现一位三岁的男孩子 然后护卫着三岁的女儿 在后座那个地方 景光火势迅速扑灭 但是仍旧夺走两条人命 起火点研判是在二楼 邻居反映说在起火前 有闻到煮泡面的味道 是不是因为主东西不小心引发火灾 还是另外有原因 警方还在调查 我们把镜头还给朋友内主播